但是 斯大林镇压了 斯大林把铁拖给开除出去以后 非常吊诡的 一幕就出现了 他原来是在东欧主张搞人民民主国家的 不主张搞社会主义的 是吧 铁拖坚持要搞社会主义 违背了他的意志 因此跟他闹掰了 可是闹掰以后呢 他反而觉得 如果不搞社会主义 我对东欧的控制就不可能稳固 是吧 所以他在把铁拖开除以后 他治理东欧的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他就开始在东欧 不搞人民民主国家了 开始搞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是吧 而且搞得很厉害 大家知道在捷克就发生了所谓的1948年革命 讲的简单点就是 当时的共产党把那个联合政府给推翻了 是吧 很多国家就在那里搞大清洗 把那个 一开始把联合政府 把以前流亡政府的那些清西方的那些自由派人士给干掉了 后来就在共产党内搞 斯大林式的大书反 而且当时搞大书反的时候给这些人扣的一顶帽子是什么帽子呢 说这些人是铁拖分子 是吧 说他们要清洗的那些人被称之为叫铁拖分子 杀了很多的人 甚至很多共产党的头头都被杀了 像那个捷共的总书记 那个夏兰斯基 是吧 那个什么 那个 每个国家都杀了很多的人 是吧 那个保加利亚的科奇佐治 是吧 那个 罗马尼亚的那个安纳波克 是吧 那个 每个国家 捷克的拉伊克 是吧 等等等等 都杀了很多人 这些人都扣了一顶帽子 叫做帝国主义代理人 间谍 铁拖分子 但是老实说 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 铁 其实如果要说真的 要说铁拖分子 就是实行了铁拖那套做法的 其实斯大林就是铁拖分子 因为 因为本来你斯大林是主张搞人民民主国家的 结果你为了 开除南斯拉夫了以后 你觉得还是社会 还是搞 赶快搞社会主义 更能够控制 是吧 因为 他觉得 南斯拉夫 跟他闹掰 教训就是 他对东欧的控制 还不够 还不够稳定 是吧 所以他要稳定 稳定 那你就要学南斯拉夫 是吧 结果 他把铁拖搞掉的 这个后果是 让人大掉眼镜的 就是他把铁拖搞掉 而且在东欧所有的国家都 对铁拖 开始掉膀子 开始搞那个改革开放 开始搞那个所谓的修正主义 是吧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历史真的是很好玩的 是吧 我说你是左派 然后我把你 我说你是右派 结果我把你打倒了 是吧 打倒的结果是 我变成了右派 你倒变成了左派 这个说起来 真是非常有意思 是吧 但是不管怎么说吧 这个南斯拉夫 他有变 有不变 是吧 民族平等 这个列宁式的联邦 他还是搞了 是吧 铁拖生前 绝不允许通过宪政民主 出现左右派的轮流执政 政党轮替 但是 铁拖的民族平等 搞得非常之 那个那个那个 走得非常之远 大家知道铁拖本人是终身制的 他一直当到死 但是他临死前 给南斯拉夫制定了一个制度 说我死了以后啊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 就是党的第一把手 国家的第一把手 就是联邦主席团主席 那个联邦的那个 政府的第一把手 就是那个部长会议主席 联邦的那个议会的第一把 就国家元首 就是联邦主席团主席 都要实行 八个联邦主席 每人轮流一年的 绝对平等的 轮流坐庄制度 是吧 今年是塞尔维亚人座 明年就换成是克罗地亚人座 后年换成黑山人座 大后年又换成是阿尔巴尼亚人座 是吧 总而言之 八个联邦主席 人人有份 党的主席 就是那个南共联盟主席 是要九个人轮流坐庄 除了这八个联邦主席以外 再加上南斯拉夫人民军 军方作为单独的一个 他也是参加轮换的 也就是说 每九年南斯拉夫会出现一个 军人总书记 是吧 但是其他八年 就是这八个联邦主席轮流 轮流坐庄 你说这平等不平等 这真的是很平等 是吧 你像南斯拉夫 那六个共和国的主体民族中 最小的一个就是黑山 黑山人口有多少呢 只有五十万人 如果你是民主选举 是吧 南斯拉夫有两千五百万人 什么时候才能选上一个黑山人 当联邦的领导人呢 但是如果一轮流 黑山人当联邦头头的 吉律和塞尔维亚人是一样的 是吧 因为都是每年轮一次嘛 是吧 你说平等不平等呢 很平等 可是你说 这个制度会使各民族满意吗 是吧 为什么大家会不满意呢 塞尔维亚人不满意是可以理解的了 因为他人比黑山多那么多 他也只能当一年 黑山人也只能当一年 但是黑山人也不满意 或者说阿尔巴尼亚人也不满意 为什么 不是我选择 对这是最大的问题 是吧 中央安排一个阿尔巴尼亚人当联邦主席团主席 这个人能代表阿尔巴尼亚人吗 是吧 其实在美国的黑白关系中啊 像吉诺雷斯这样的人他们都指出一点 他们说啊 美国黑白关系的情语表 不是有多少黑人当公务员 是吧 美国很早就有黑人当官 而且后来当了很高的官 比如国务卿赖斯 是吧 比如那个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 是吧 那个海湾战争时期的 那个都是黑人 但是一般来讲没有人说 这种现象代表了白人对黑人的那个态度的转变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官都是任命官 这些官的出现只能说明任命他们那个人的态度 比如说 是吧 我作为总统 我任命了赖斯作为国务卿 任命了一个黑人做国务卿 任命了一个黑人做参谋长 联席会议主席 你充其量也只能说这个总统很开明 那么白人是不是很开明呢 老实说和白人没什么关系的 因为这些人当这样的官并不是 取决于白人 多数白人的意志 但是 选举观就不一样了 是吧 如果在州长 市长 议员 乃至总统 对选举中出现大量的黑人 那就说明 这个白人对黑人的关系 对黑人的看法是有了本质上的变化 因为如果只是靠黑人的选票 他们是不可能当选的 是吧 他们当选肯定是 大量的白人投了他们的票 那就比一个总统开明不开明 要辞职的多了 是吧 你可以说选出来的这些人 当然你不能说奥巴马是代表黑人的 但是奥巴马的确是作为黑人的代表 被传体美国人民承认为是自己的代表 是吧 所以从这个观点讲 我的确对我们历史上讲的民族关系要有些质疑 比如说很多人都说唐朝是很 民族关系是很好的 说唐朝认命了很多 那个 那个 胡官 翻驾 是吧 什么什么高歌书汉啦 高先知啦 安禄山啦 什么 那大家知道唐朝还有很多官员也是非汉族人嘛 包括那个日本人曹恒都曾经在 他本来是个日本留学生 是吧 然后就在中国当官了 那也是可以的 是吧 包括高丽人崔志远 是吧 日本人曹恒 当然更不用说那些北方游牧民族的人 在唐朝军队里头当当武将的 是吧 但你说这就说明唐朝的民族关系好吗 是吧 那后来安禄山这些人是怎么出现的 这些人都是 所谓的班将啊 都是所谓的那个五胡将帅啊 是吧 这个我觉得是很难说的 充其量只能说这个 唐朝的皇帝比较自信 是吧 他用人不拘一格 就的确是用了很多少数民族 但是你说 当时的一般的老百姓是不是真的那么融洽 这真的是比较难说的 是吧 我觉得啊 是吧 这样的轮流坐庄能够使各族感到平等吗 其实是不可能 是吧 假如是传南民主选举选出黑山人的概率的确是很小 是吧 即使选上他们也只能代表传南 这个人也只能代表传南 不是代表黑山的 因为你是全部南斯拉夫人把你选上去的 当然如果真的出现了这个现象 那你可以说黑山的确是在整个南斯拉夫中是不受歧视的 是吧 因为不仅仅是一个人对你进行了任命 等于是传体人民都对你投了信任票 是吧 其实如果真的做这种投票你是少数民族你的几率当然是不会是完全平等的 是吧 像美国建国到现在也指出了奥巴马这样一个黑人总统 是吧 但是我至少能够做到这一点 只要出现了一个黑人总统 我就可以认为那标志着白人态度的一种友善 是吧 这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如果你硬要说我要做到大的民族和小的民族 或者大的联邦主体和小的联邦主体 当领导的机会都一样 那还应该有别的安排 是吧 你也可以用轮流制 但是这个轮流的代表也应该是民主选举的 是吧 世界上好像还没有一个国家实行这种制度 但如果说瑞士我刚才讲的这个安排 我们可以举瑞士做一个例子 瑞士这个国家它是没有总统的 是吧 它有一个联邦委员会 这个联邦委员会有七个成员是民选的 是吧 瑞士也实行瑞士南斯拉夫那种做法 联邦委员会七个人每人轮流一年当主席 这个主席只是一个召集人了 是吧 它就是集体领导的 是吧 那么这个制度你可以保证 这七个人所代表的那个联邦主体 当然它和州并不重叠 瑞士有26个州 但是只有七个联邦委员会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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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员 但这个七个人是完全平等的 是吧 而且这七个人有代表性 大家也是不用怀疑的 因为这七个人不是谁安排的 是吧 就是民主选举上来的 是吧 还有一个就是美国 大家知道美国有那个选举人制度 美国的总统是全民选举的 但他并不是按照 直接按照选票来当选的 是吧 美国人 他选总统是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在每一个州选 是吧 一个人如果在这个州得了多数票 他就等于把全州的选举人票给通吃了 也就是说他代表了这个州的立场 是吧 那么因此他就可以避免 那个一些小的州 是吧 一些像美国最小的什么罗德岛啊 什么什么阿拉斯加 那人口都只有几十万 或者什么像加州就有三千八百万人 是吧 那个如果你按照完全按照一人一票 这小州就就机会就很少 但是如果按照选举人票 选举人票也是和人口的比例有关 但是他不是按照正比例的 是吧 也就是说你一个小州 你的选举人 你的选举人 你的总人口可能只是大州的十分之一 但是你的选举人会是大州的三分之一 是吧 那个要要要他这个制度就是使得你那个小州的人 有比你那个人口比例更大的几率被当选 不过要说真正的完全平等 这也是做不到的 是吧 你一个几千人的小民族 你凭什么当选国家总统的几率 要跟那个几亿人的民族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可以说作为每一个人 你是平等的 是吧 我们都有一人一票 我们都可以 而且如果我们要选我们自己民族的代表 我们可以保证我们选出来的人可以代表我们 是吧 也就是说阿尔巴尼亚人的代表 不是由中央挑的 而是由我们阿尔巴尼亚人挑的 是吧 塞尔维亚人的代表也不是由中央挑的 而是由我们塞尔维亚人挑的 这样大家就会觉得 那的确是我们的利益是受到保障的 可是现在 说张三你代表阿尔巴尼亚人 也许这个人就是欺负阿尔巴尼亚人最厉害的人 我们凭什么就认同他是我的代表呢 是吧 如果你是中央点的 那我顶多认为 比如说他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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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后面要提到的那个 是吧 我后面要提到的弗拉西 是吧 弗拉西也当过那个联邦的领导人 阿尔巴尼亚人会认为他代表阿尔巴尼亚吗 是吧 阿尔巴尼亚肯定会认为 他不过就是贝尔格莱德挑的一个一个一个 我们是奴隶 他是奴隶总管嘛 是吧 就就就这么回事 他是代表贝尔格莱德来管我们的 而不是代表我们 在贝尔格莱德行使权利的 是吧 那大家想想这会 这会使大家感到平等吗 是吧 所以这是不会的 如果每一个民族的代表是由皇上清点的 那绝对是可以做到轮流的 是吧 因为皇上他就规定你们应该轮流坐撞 但是 轮流坐撞的人都是代表皇上的 不是代表那个选民的 是吧 你要很清楚各族民众会把他们看成是自己的代表吗 族人看他不过是皇上挑选的奴隶总管 是代表皇上管我们的 而不是代表我们的 而多数民族更不会服气这个没有经过我们同意的 非我族内的来代表我们 是吧 就像奥巴马当总统如果是一个白人指定的 那我觉得 不会有几个白人认为他是我们的总统 是吧 但是如果他是大家选的那情况就不一样了 是吧 假如奥巴马的前任是小布什 当然他不可能由小布什来认命了 假如他在民主党内 假如他是 假如民主党就是共产党 然后由小布什来把他的职位交给了奥巴马 我想白人一定非常愤怒 是吧 你凭什么呀 把国家的权利交给一个黑人 你把权利交给他 他能代表我们吗 但是奥巴马可以代表 那是因为他是 他是大家选出来的 是吧 不过反过来讲 你这样的一个安排能够使这些被选中的人 真正产生民族平等意识吗 也不能的 因为你想想吧 一个黑山人或者阿尔巴尼亚人 他自己知道 是吧 他那么小的一个民族 是吧 如果 是吧 按照一般情况下 他是不可能当的 他之所以能当 是因为他这个小小小的民族 被承认为一个民族 是吧 就在这个民族中挑人 结果挑中他了 是吧 如果这个民族不存在了 现在我们国家 实行这个制度以后 很多地方喜欢争当自治线 尽管这个自治线 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自治的含义 但是他们还是愿意当 为什么呢 因为你争得了自治线 你就可以有很多名额 是吧 什么什么 不管是升学啊 什么当领导啊 什么 大家知道我们 现在挑选干部 有一个所谓的无知少女 这个说法嘛 是吧 就是你如果是 当然现在不是这个标准了 九十年代有一个标准 挑选 年轻干部要特别注重挑选 无知少女 是吧 就是那个 无党派 知识分子 少数民族 女性 是吧 所以 所以这些人都非常重视自己的民族 是吧 你 你 同样一个人 你是汉族 你就不太可能当选 你是少数民族 你就有可能被看中 是吧 所以这些人都要 尽管他其实并不代表少数民族 但是他清清楚楚的知道 他之所以当选 就是因为他不是汉人 是吧 所以这两方面其实都是做不到融合的 作为备选者 他的备选只能让他更认同 他是一个少数民族 是吧 而那个少数民族本身是不会认为 这个人是代表他们自己的 那么这么 这样做的结果 其实是非常之尴尬的 是吧 因为在这个体制下 由于左右不平等 由于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是吧 由于实行不宽容的政治制度 他左右不平等 一定要搞到你死我活 谁战胜谁 对所谓的异党异阶级 对所谓的主义的异端人士 都实行专政 但是民族平等 他又极端到了八族共治 轮流座庄的地步 可是这样的轮流座庄 一方面使各个轮流者 都知道自己是作为某一民族的精英 而得到的轮流权 是吧 并不是传国公民的授权 因此实际上是强化 而不是弱化了 他们的民族意识 和民族主义情绪 但是另外一方面 各民族群众 却丝毫感觉不到什么平等 因为这八个人 不是他们选出来的 而是上面安排的 是吧 各民族民众 也不认为他们代表自己 而且都感觉自己的权利 在这种体制下被压制 是吧 那么因此就造成了非常麻烦的问题 是吧 那么结果南斯拉夫的情况就越来越麻烦 铁托在的时候还好办 因为铁托毕竟是个强人 而且江山也是他打下来的 他一死 你在轮流坐庄 很快这个问题就越搞越厉害 结果首先在塞尔维亚内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弹 那么一些塞尔维亚人就认为铁托这么做是不行的 其中的代表就是米洛瑟维奇 是吧 那么关于米洛瑟维奇这个人的故事就更有意思了 我前面已经讲过 米洛瑟维奇是一个 用我们今天的说法叫做黑五类子弟 是吧 他的父母都是死得很惨的 是吧 都是在铁托时代的 那个那个一个两个人都是自杀的 一个人是一解放就自杀了 另外一个是解放了以后癌症 后来也自杀了 是吧 这个人本来是不能当官的 因为成分不好嘛 但是 他娶了一个红二代太太 是吧 他的妻子马尔科维奇 是老革命 是他的父亲老马尔科维奇 当年曾经当过联邦的总理 是吧 就是那个部长会议主席 是铁托的老战友 是吧 那么通过他的老婆 他就走向了一个 他在政治上就有了发展的机会 他通过他老婆 他又认识了其他的一些高干子弟 其中的一位高干子弟叫做斯坦波利奇 这个人只比他大 大概是三四岁 但是就等于是他爹 实际上是米洛瑟维奇的教父 是他引导米洛瑟维奇 一步一坎 一步一坎 一直爬到最高位的 这个人是谁呢 斯坦波利奇 是老斯坦波利奇的儿子 小斯坦波利奇 老斯坦波利奇也是铁坡的战友 当年是塞尔维亚 南斯拉夫民主解放军 塞尔维亚地区的司令 是南斯拉夫建国以后 第一任塞尔维亚国家领导人 铁坡是传联帮的领导人了 也是一个非常有权势的人 那么他的儿子当然是个太子党了 他的儿子非常赏识米洛瑟维奇 而且他们在布满铁坡上面 是有共识的 他欣赏米洛瑟维奇有两个原因 一个人这个人确实比较肯干 另外一个他们在证件上也有些类似的 就是他们都对铁坡那种 压制塞尔维亚的那个政策有些不满 所以他们就当时哥们特别铁 然后这个斯坦波利奇 就每一次都是他当一个官 就把铁坡 而不是就把米洛瑟维奇弄来做副手 然后他又官身一级他就推荐 米洛瑟维奇接替他的这个政职 然后他再当一个官 又把铁坡又把那个米洛瑟维奇 拉来当副手 然后又是这样 他原来最早是当那个南斯拉夫最早的 就是中石油 南斯拉夫的中石油叫做查尔石油公司 他当时是查尔石油公司的总经理 然后他就把米洛瑟维奇弄去当那个 大概是办公室主任吧 然后后来他就被提拔为 南斯拉夫国家银行的行长 然后他就把这个查尔公司的总经理 这个位置就交给了米洛瑟维奇 然后他在那里当银行总经理 当了一段时间 他又把米洛瑟维奇调到那个银行 去当了那个银行的不知道什么 反正大概也是第二第三把手吧 然后他自己就又调到又升了一官 又当了贝尔格莱德市委书记 是吧 然后他就又把那个 那个米洛瑟维奇调到 那个贝尔格莱德 去当了一个什么 大概反正也是第二第三把手之类 然后他又当了塞尔维亚政府总理 是吧 然后又把米洛瑟维奇调过去做什么 最后他当了塞尔维亚共盟主席 就是那个 南斯拉夫的体制第一把手 肯定是党的主席 那政府第一把手 是第二把手的 他就不停地这么 一步一步地把那个 把那个米洛瑟维奇给带上去了 但是最后一步 他的塞尔维亚共盟 那个主席这个职务 被米洛瑟维奇取代 那就不是他推荐的了 而是米洛瑟维奇把它给推翻了 推翻的原因 就是当时的那个 那个南斯拉夫的危机 南斯拉夫到了那个时候 大概是在1988年 已经是危机四伏了 当时他们都有塞尔维亚的倾向 就是要 尤其是对科索沃不满 因为科索沃本来是在 塞尔维亚共和国的版主之内 但是他又是个自治省 这个自治省又是个联邦主体 是吧 联邦主体你就跟塞尔维亚是平起平坐的 但是他又是理论上讲 他又是塞尔维亚的一部分 所以他们都有个共识 就是要把自治省的民族主体的 联邦主体的那个位置给取消 修改宪法 是吧 重新规定自治省是属于塞尔维亚的一部分 在这一点上 他们两个人是没有意见的 但是在什么地方有意见 就是这个红二代还是要维护体制的 他认为这种 搞这种事最好是在体制内做 比如说我们开党代会 形成决议 修改这个规定 修改宪法 然后就可以做到这点 而米洛斯维奇 主张搞塞尔维亚人的群众运动 搞一场义和团运动 然后大红大红搞一场 然后就用塞尔维亚人人多四众 就把那些少数民族给踩在脚下了 这么一搞 老实说就把铁拖体制给搞垮了 因为这些群众一起来 那就是说铁拖党就是出卖我们塞尔维亚人利益的 就掀起一场反铁拖的运动 这个斯坦波利奇是绝对不敢不愿意走出这一步的 他在任的那一年 克索沃就出事了 克索沃有人罢工 有人什么什么 当时他就建议 他向联邦建议 他说派米洛斯维奇去处理这个事 是吧 因为他觉得米洛斯维奇很能干 应该能够摆平这个事 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 米洛斯维奇到了克索沃 在克索沃波利就是当年那个十四季的时候 克索沃大战的那个战场 召开了一场塞尔维亚人大会 这场塞尔维亚人大会 不仅有克索沃的赛族参加 而且从前南斯拉夫各地召集了十万塞尔维亚人 跑到那个地方 开了一场传南斯拉夫塞尔维亚人的大会 里面宣布说 几百年前我们的祖先在这里留学牺牲 现在我们又碰到危险的时候 我们塞尔维亚人要打败敌人 而绝对不被敌人所打败 然后下面欢呼 然后就掀起一场大运动 要求推翻克索沃的那个党政领导 克索沃的党政领导可都是 可都是共产党的党政领导啊 只不过他们是阿祖人 是吧 然后就说要推翻他们 那不就等于是义和团要推翻光绪皇帝吗 这个事情就是在体制内是不允许的 所以后来斯坦波利奇就大怒 然后就召开了一次塞尔维亚共盟的特别党代会 想在这次会议上就解决那个米洛瑟维奇的问题 可是米洛瑟维奇马上通过他的人向社会放风 说你看党要开会来整我了 是吧 然后马上就贝尔格莱德出 因为那个时候正好又是东欧出现民主潮 是吧 东欧本来当时就已经是不太稳定了吧 他这么一说 马上 那个贝尔格莱德出现几十万人的游行包围了会场 要求他们一定要表态 是吧 你们是不是要出卖我们 是吧 什么什么 结果最后米洛瑟维奇反败为胜 结果反而把那个斯坦波利奇给搞下来了 而且把钦铁托的那些人全部都打倒 然后换上一班所谓的那个那个义和团分子 是吧 换上一班那个塞尔维亚战狼 是吧 塞尔维亚奋亲 是吧 然后就控制了整个 控制了整个这个会场 然后就发动了一场所谓的反官僚革命 是吧 然后说你们这些老朽的官僚出卖了我们塞尔维亚人 是吧 然后在各地进行示威游行就把他们都赶下台 而且 呃 他 号召集号召了二十几万塞尔维亚人不仅在塞尔维亚而且在其他加盟共和国也游行示威 说这个联邦主体的权力太大 联邦 联邦 太小 而且联邦不归塞尔维亚管 不行是吧 然后一开始跑到那个福伊福丁纳也把当地的政府给搞垮了 请注意是把当地的共产党政府给搞垮了 是吧 然后先把科索沃的政府给搞垮了 然后又把那个福伊福丁纳的政府也搞垮了 然后就打算跑到卢布尔雅那去 是吧 跑到斯洛文尼亚去 大家如果看看地图就知道 塞尔维亚在东南方 那个斯洛文尼亚在西北方 他等于搞一场叫做向卢布尔雅那进军 等于是横扫整个南斯拉夫 是吧 在整个南斯拉夫要搞一场革命 结果吓得周围的那些什么克罗地亚 斯洛文尼亚都纷纷宣布紧急状态 说我们要坚决制止你这样干 结果他这么干就使得那个铁托派 那些他的那个教父 斯坦伯利提恨之入骨 但是他们已经这时候已经奈何不了 那个米罗瑟维奇了 那就叫做什么 昔日猛虎去学道 虎在山中诈欲猫 猫儿对虎把道叫 虎儿得道反咬猫 是吧 这是中国电影中的一句查取 这个也就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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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罗瑟维奇和这个 小斯坦伯利奇的那个 关系的写照 是吧 结果这个小斯坦伯利奇 一下子就变成了 那个跟 跟米罗瑟维奇 完全对立的一方 写了很多文章骂米罗瑟维奇 而且说南斯拉夫搞成这个样子就是冠米罗瑟维奇 是吧 呃 他甚至都认为就是那个那个西方各国应该干预 是吧 那个呃 他当然他这么说的时候一直以铁拖的继承人自居的 实际上也真的是 是吧 那么但是他已经奈何不了 米罗瑟维奇了 而且在当时冬欧那种情况下 你 共产主义 已经 没有凝聚力了 那么那个时候只有两种东西可以取代 一种东西就是自由民主 一种东西就是 极端民族主义 是吧 那么 那么像叶利钦像这些人是走的第一条道路 像日里诺夫斯基是要走第二条道路 但是他在俄国没走成 是吧 那么在 在那个 在南斯拉夫 在在在在塞尔维亚走成了 就是这一位 是吧 俄南斯拉夫原来是有这个传统的 就是切特尼克的传统 是吧 那么他这么一闹 切特尼克也就冒出来了 那切特尼克 大家知道是南共的死敌啊 是吧 那个是南共的死敌 所以切特尼克在那里就要挖掉铁拖的木 搞得好厉害 结果那个 米洛瑟维奇当时是塞尔维亚共和国的领导人 是吧 他们要去挖铁拖的木 然后 米洛瑟维奇表了个什么态呢 米洛瑟维奇说 铁拖的木应该由联邦负责 我们塞尔维亚不负责保护铁拖的木 差一点就导致铁拖的木被挖 但是 民主派中 但是那个南斯拉夫有各种各样的人嘛 还有一些人是反对 这一套的 然后他们出来 保护 然后那个联邦 当时联邦的主席团的主席是一个克罗地亚人 在他们的主持下 做了一个决议要保护铁拖木 铁拖木才被倒下来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米洛瑟维奇其实对铁拖是 那个态度 但是米洛瑟维奇也的确没有公开大骂铁拖 因为道理很简单 米洛瑟维奇继承的那个党 还是共产党的后继党 里面有很多老人 还是体制内的老人 他如果要这样 那就是他把谁都得罪完了 所以他实际上是他自己没有放肆的去攻击铁拖 但是他实际上对社会上的反铁拖思潮 是乐见其成的 就在他的那个容忍下 那个新切特尼克运动在塞尔维亚就蓬勃兴起 代表人物就是一个叫做色色利的人 这个人他成立的那个政党 原来就叫新切特尼克运动 后来因为这个名字太难听 这里我要讲 切特尼克大家都挺害怕的 不光是铁拖派害怕 民主派也害怕 很多人都很害怕 所以他后来就叫做塞尔维亚激进党 但是还是有一个破折号 叫做新切特尼克运动 穿的就是切特尼克的服装 米哈伊洛维奇 是他们认为的民族英雄 就是被铁拖杀了的那个 那个国共斗争中失败的那一方 米哈伊洛维奇是他们的民族英雄 他自认为是米哈伊洛维奇的继承人 他就是要反铁拖 就是要恢复塞尔维亚的光荣 什么什么什么等等 在那里搞得很厉害 民意上他是反对的 但是他跟米洛瑟维奇的关系 后来就越走越近 越走越近 到了米洛瑟维奇开始跟西方叫板的时候 他就跟色色利结盟了 是吧然后他就把色色利拉进来做了副总理 是吧 到了后来大家知道最后那个科索沃 那个南沙拉夫战争结束以后 他们两个人都成了战犯 是吧 被那个被那个海牙给关到海牙了 但是海牙法庭有一条 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一罪从无 在没有审判之前 你只是犯罪嫌疑人 你不是罪犯 你的除了没有自由以外 你其他的公民权都是有的 你是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 那个时候塞尔维亚又在搞总统竞选 这个时候 米洛舍维奇就说 指示他的那个党 就是塞尔维亚社会党 就是原来由塞共盟改组而成的 是吧 说你们必须仍然退居我 尽管我在监狱里头 在监狱里头是不可能当选的 因为没有人会愿意选一个 被关在监狱里头 并不能够行使职权的人来 尽管你哪怕就是同情他 你说一个总统被关在监狱里头 他其实不可能执政的 但他的确有选举权 是吧 的确有被选举权 但是那个米洛舍维奇就是个皇上 他认为除了他以外 别人都不能当皇上 所以他指定 他从监狱里头 给塞尔维亚社会党发通知 说你们必须推我当候选人 是吧 他是有这个自由 包括同性自由什么什么都有的 除了他不能跑出来以外 其实什么权力他都有 是吧 但是塞尔维亚社会党就不太同意 因为你选他明显是不行的 而且塞尔维亚的宪法明确规定 总统连任不能超过一届的 他已经当了两届了 然后塞尔维亚社会党就派人到监狱里 跟他说 他说你是不行的 说是宪法规定 你是不能 你没有参选资格了 我们准备推选另外一个人叫 日沃伊诺维奇 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就是在电影瓦尔特保卫 萨拉热窝 这部片子里头扮演瓦尔特的那个演员 这个演员 这个瓦尔特谁都知道 就是铁拖 是吧 为什么选这个扮演铁拖的人来当演员呢 就是因为当时的社会党认为 那个铁拖还是有号召力的 是吧 大家还是很怀念那个南斯拉夫那种好日子的 是吧 所以他们是想打铁拖牌的 可是米洛斯维奇一听 勃然大怒 他就说 哪怕我不能当 你们也不能推 日诺伊诗维奇 是吧 他说我命令你们 就要推赦瑟利去做唯一的候选人 是吧 就是赦瑟利是新切特尼克分子 是吧 是塞尔维亚激进党的领袖 他说我们社会党不要提自己的候选人 我们就传递支持 赦瑟利去当候选人 你说这叫社会党怎么接受呢 因为赦瑟利和他一样 是被关在监狱里 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可能当选的 米洛斯维奇这么说 只是表示他的一种态度 其实就是说 他就是一个切特尼克分子 是吧 他原来把切特尼克拉进来 一般的塞尔维亚共产党 塞尔维亚社会党的人 还认为那就是搞统战嘛 是吧 我要拿一个朋友对付西方 我要找一个统战对象 但是现在不是你统战人家 而是人家要统战你了 他等于是要把塞尔维亚社会党 变成是赦瑟利的富庸 而不是把赦瑟利变成是 社会党的富庸 那当然那个社会党是非常之恼火的 社会党马上搞了一个决议说 米洛舍维奇这个决定是错误的 我们还是支持日国伊诺维奇当候选人 结果米洛舍维奇在监狱里头 又一次勃然大悟 他任命了他的八个情形 组织成为一个特别委员会 接管社会党的权利 宣布不承认社会党的中央 说社会党中央他要解散 是吧 然后另外成立一个他自己的那个米家党 是吧 然后结果就 他就跟塞尔维亚社会党就 就拜拜了 是吧 你说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我们现在的很多的宣传 把他说成是 东欧最后一个布尔什维克 而且说他就是因为他是布尔什维克 所以西方人才要整他 你说荒唐到什么地步 那么 他的这个恩师后来的下场是怎么样呢 他的这个恩师 我们知道后来他是反米洛舍维奇的 而且反的非常激烈 但是他当然 他也不会被那个民主派所接受 因为他是前体制的人嘛 是吧 而且南斯拉夫其他民族的人 当然也不可能认同他 但是他 呃呃呃 沉默一段时间以后 呃到了米洛舍维奇下台的那次选举的时候 他又出喚 说他要代表左派 呃 竞选 他要当选是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他当选对米洛舍维奇是非常大的威胁 因为他会分散左派的选票 当时米洛瑟维奇已经知道他的支持者是很少的 支持他的人有一部分是左派 就是因为他本身还是继承了社会党 可是如果斯坦波利奇出来竞选 那其中的很多左派就会投斯坦波利奇的票 斯坦波利奇当选的可能很小 但是就会把他的选票给搞得更少 对他来讲是非常致命的 所以在大选前的半个月 斯坦波利奇就失踪了 失踪以后大选开始 米洛瑟维奇还是下台了 因为他实际上当时支持他的人实在是太少了 他即使杀了人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最后他还是下台了 下台以后塞尔维亚等于就是民主派上台 民主派上台就查这个事情 结果一查就说 斯坦波利奇是被那个红色贝蕾帽 就是米洛瑟维奇的克格勃秘密警察 是被秘密警察抓走以后杀害的 而且尸体也找着了 就是这个尸体 然后就调查这个事情 这个时候米洛瑟维奇已经死了 然后就说他的太太就是那个马尔克维奇 也是参与这个事情的 然后他的那个太太就逃到 就去投靠土星去了 后来就跑到俄罗斯去了 那么这个事情就是 所以你说想想那个小斯坦波利奇 也是挺可悲的 他一路提拔这个人 本来这个人是一个黑五类子弟 是完全没有政治前途的 结果他一步一步把他提拔上来 结果这个人反咬他一口 最后还把他咬死了 不过我想这种体制下 经常也有这样的人 就是经常你提拔谁谁谁 然后这个人反咬你一口 这个也是常有的事 但是我这里要讲的是 米洛瑟维奇的确代表着 这个南斯拉夫或者说塞尔维亚民族 在民族关系问题上的政策的一次大改变 就是从一个极端又跳到了另一个极端 是吧 从铁拖的那种所谓的民族平等 一下子就跳到了那个切特尼克的那种 大塞尔维亚主义的那个做法 但是这个做法能不能挽救南斯拉夫呢 不仅不能挽救南斯拉夫 反而使南斯拉夫解体的更悲惨 是吧 那么关于这一点 我们现在是课前休息了 是吧 那我们就会一起请休息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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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